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顶抱他伞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延安 哎不对不对 这其实是第2个延安 为什么这么说了 因为这说我们的 055外赌大曲 延安舰 延安舰 是我国自主研制设计的 新型导弹驱逐舰 先号106 这艘舰也是中国海军第6艘 055型驱逐舰 2022年首次亮相以来 延安舰先后完成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使人民海军勇闯深蓝的利舰 是维护祖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的 坚实保障 那么延安舰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呢 这一片是中国人质的 也许多的 还有这个这一片是冰机的 第5个带颜安舰 这两个带颜安舰 这两个带颜安舰 十一片是冰机的 赵文飞是陕西延安人 2023年刚刚从士官学校毕业来到延安见 除了被感震撼外 这里的延安特色也让它感到格外亲切 首先作为一个延安布地人来说 刚来的时候并没有那种独栽一小唯一刻的感觉 而此后整切地感受到了介绍浓厚的甲小腹尾 延安的简直 它有南宁湾的油画 维维宝塔塞 谷谷野河水 一看到这幅画 我感觉就像回到我的家小一样 来自延安的赵文飞 对延安见有着先天的亲切感 但延安见上还有很多让赵文飞出乎意料的岗位 在我们严格介绍让我们用小豆子刺 才能有一个可以国开发展的岗位 大家往那儿看 下面对刚才的报文进行讲评 陆思龙有你叫对刚才的报文 第一句我船后面没有收到 陈建华 有你跟着的报文 我船正在收我 延安舰信号班正在进行灯光训练 信号兵是军舰的名片 他们通过手旗 灯光 形体 视觉 超短波的来发送信号 与过往的商船进行沟通 确保军舰的航行安全 极为考验官兵的反应能力 和同步翻译速度 其实看似我们在发呆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是一个看灯光的时候 你的状态必须是全神贯注的 在集中你的眼神 然后你的心情 然后你情绪 就不能有太起伏的情绪 还有你的眼神必须得盯着这个灯 就是它的亮度 还有一个长短的闪 闪光的时间 来说 然后判断这个灯 是什么样的字母 然后再组成一句话 迅速 准确 保密 和不间断 是对信号兵出海训练的要求 大量实战化训练 才能确保在更深更远的海域 完成使命任务 有时候你到20个字 可能你看到中间 大概十六七八个字的时候 那眼睛是非常疲惫的 然后你这个时候扎一下眼睛 可能你那个字母的点滑 它本来是Q 有可能就会被看成J 我们在通信当中 比方说我们收到的某句报文 或者说首长指挥员让我们发某一句报文 我们是不能加字和改字的 来到延安舰前 罗盛南曾在导弹驱逐舰银川舰上服役三年 作为一名信号兵 他也曾经历过大风浪的考验 令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2020年 随银川舰前往亚定湾索马里海域 执行第三十四批护航任务 当时我是在上午值班的时候 在我舰艇的右旋大概六十多度 有发现多批疑似海盗小目标 当时指挥员就下达了战斗警报 首先是让我对其进行喊话驱离 用一种有点凶的那种语气喊 就感觉你比较强硬 你不能软绵绵的 人家海盗都来了 你不可能说你的语气还软绵绵的 当时银川舰所有武器装备 按照一级部署战备 向疑似海盗船只使劲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害怕它 我们有这么强大的武器装备 那他们也就几个船而已 大概距离三海里的样子 我们他可能看到我们向他使劲 他就可能当时双手举过头顶 然后是那种投降的状态 然后拿个白旗再飘 这一次银川舰完成对一批商船的接护 就在银川舰将商船 互送到接护点时 电台里面传过来了一句 令罗盛南记忆深刻的话 在收到渔船队伍我们发出 感谢中国海军队伍提供的帮助 祖国万岁的时候 收到的时候就已经热烈一框了 那我只能比那个船员更加高昂的情绪 来报告这句话 让整个驾驶的职人员都能听到这句 对方的热情 然后对我们中国海军的感谢 报告商船来报 感谢中国海军的帮助 祖国万岁 第一次远海护航执行国际任务 罗盛南无比激动 也倍感自豪 2023年1月 他来到延安舰 从驱逐舰编队 到配属航母训练 罗盛南随舰走向了更深更远的海域 也遇到了更多更大的挑战 我觉得我还可以把我自己所学的专业 带到宁武 然后自己的经验 就是带到宁武的新型舰艇上 我们介绍任何的东西 那是一样也不熟 那晚晚从小到大就五架路炮的愿望 但是就是不知道 这外套大机车的火炮 是不是跟我小时候吓得一样 把油递给我 曾凡昌是延安舰主炮班班长 2003年入伍 在这之前曾在两型舰艇上服役 是一位经验十分丰富的主炮班长 2015年 曾凡昌在和平友谊2015中马联合石兵演习中 曾打出命中率百分之百的成绩 荣立二等功 可能外军交流 他们就是中国海军 孤单 我经常跟我们班人讲 我说你每次打炮 就跟打仗一样 没有推落 必须打好 去国外搞军援 我们有几个点 那必须要做好 首先要打得响 第二个要打得准 第三个要打得猛 来到万吨大区延安舰上 曾凡昌做好的却是从零开始的心理准备 延安舰现代化水平更高 因为它这个炮有几万个零件 几万个零件你都要摸一遍 你不摸一遍的话 如果说打炮的时候出现问题 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地方出问题 所以这个得需要一定的时间 也得需要一个过程 130毫米靠近主炮 射程远 威力大 是对海对陆攻击的狼牙棒 来到延安舰上 没多久 曾凡昌就面临着一次极大的考验 延安舰的全训考核 全训考核是对一艘舰艇全方位的检验 包括航行 火炮 导弹 返潜 防空等多个方面 因为全卷合个考试之后 我们就具备作战能力的资格 然后有作战能力资格 然后就能出去执行任务 就这不到一年的时间 脑子里基本上没有别的事情 只能是想着炮上这些东西 每一个部位 在工作眼里 它的每一个部位 每一个部件的弱点 以后出现问题的话 怎么去应急处置 距离考核的时间越来越近 这一次有着近20年主炮射击经验的曾凡昌 却空前紧张 考核训练前几天 做梦也是在检查炮 在射击训练 实际过程突然间 炮上哪个部位坏了 赶紧起来 赶紧做梦的时候 叫我们班的人 赶紧上去 赶紧抢修 然后有人会大声喊出来 就是很急 然后睡觉的时候 属于狂狂的 然后会拍到床边响 全训考核如期而至 让曾凡昌没想到 因为过于紧张 射击过程中 他出现了胃静卵 感觉那时候胃还是很疼 控制自己的心情 不要心跳太快 然后深呼吸 因为那个时候 你不能让任何事影响我 这个大脑去思考 这个炮的事了 可能如果说脑子想别的话 他可能会 有那么几十秒钟 或者几秒钟 有几秒钟 他就有可能会把一个 故障或者隐患错过 准备 二十 战舰是千人一杆枪 随着指挥员下达指挥命令 炮弹出膛 战舰上的空气 却如同静止一般 所有人都做着一个动作 每击发一枚炮弹 大家都会在心里莫属 一 二 三 八 四 八 防防卫生数一次 防防卫生数一次 直到最后把炮打完 全舰都会爆发出一种那种 欢呼啊 高喊的那种 海军延安舰通过全训考核 顺利取得通向战场的资格证 充分展示了其出色的作战能力